扁鹊见蔡桓公 扣见君侯 扁鹊见蔡桓公 利有见 扁鹊曰 君有吉在凑理 不治将控身 桓侯曰 寡人无无吉 寡人精神甚佳 合并之勇 唯望君侯 屈即安康 这是胡编乱语 扁鹊出 桓侯曰 一只好治不病 一为功 居十日 扁鹊复见 曰 君之病在肌肤 不治将一身 还侯不应 扁鹊出 还侯又不悦 居十日 扁鹊复见 曰 君之病在肠胃 不治将一身 不治将一身 还侯又不应 君侯 再不许见我 君侯 君侯 千万不要 灰烬 以记忆呀 便却出 还侯又不悦 居十日 扁鹊望桓侯而选走 桓侯故使人问之 扁鹊 此次为何逃避寡人 速派人追问 是何道理 是 扁鹊 扁鹊曰 病在凑里 烫位之所及也 在肌肤 真实之所及也 在肠胃 火迹之所及也 在股髓 在股髓 此命之所属 无奈何也 今在股髓 臣 是已 无情也 君侯 居五日 桓侯体痛 使人所贬阙 一桃 亲衣 我不敢 不信 别 别 去 君侯 桓侯 碎死